有民眾日前使用了知名品牌的香皂洗澡 感覺被硬物挖到 挖開一看發現香皂裡頭 竟然有一片長約5公分的塑膠液霧 向客服反應 對方回覆說會請宅吉便回收問題香皂 這讓當事人覺得態度敷衍不受尊重 直到今天下午業者才派了兩名代表 跟當事人來溝通回收問題商品 業者表示香皂是在印尼製造的 會帶回廠區檢驗並了解生產流程 摸起來算是硬質的那種塑膠的 所以不確定在他們製造過程中 有沒有出現什麼問題 肥皂裡卡著長條塑膠硬物有5公分這麼長 讓蔡先生洗走洗到一半胸口險些被刮傷 就是在洗的過程中發現就是卡卡的 不然是想要把它用刮的刮起來 但是我刮不掉 我指甲刮不掉 那我就開始挖 所以我們看到說香皂這邊這是我的挖痕 長條塑膠塊埋得很深 好不容易把它從香皂裡挖出來 讓蔡先生不敢置信知名大廠 竟然出這樣的包 他說自己一直都是該廠牌的忠實愛用者 3月底買了一組6塊 近期開封使用倒數第二塊時 往身上一抹感覺怪怪的 這才發現香皂裡竟然藏有異物 是說要直接用這種採集片的方式來收 那證據這個保存與否我不確定 所以我等於是拒絕 秀出第一時間和客服人員的對話記錄 業者竟然要請宅配業者 將有問題的香皂收回 這讓蔡先生覺得不妥無法接受 事後才派兩名代表和當選正面溝通 把問題香皂帶走 一名製造了 那我們都要送委員長去做檢測 讓我們今天可以帶回 讓公司這邊來做一些儀器的分析跟檢測 因為這個當下真的其實無法判斷 將派員機查 以瞭解該產品相關製程 評管資料及客數處理 香皂裡藏了塑膠條 任誰都會嚇到 現在業者的釐清到底是哪個環節 出了保健 最後報導 還是包製道